喜樂和希望的話語 月年上年期第三十一主日 馬爾谷十二章二十八至三十四節 Fernando Amelie神福的講道詞 有一個經師過來問耶穌 所有的誡命中哪一條是第一條呢? 大家主日好 過去的三天裡 耶穌已經在耶路撒冷 他將聖殿裡做買賣的人趕了出去 這一舉動造成了他和宗教令人之間 沒有辦法和解的衝突 其實經師、師祭和長老都想 任何理由定他的罪 將他除掉 今天的福音裡 寫到耶穌在聖殿裡 他們在那裡有一系列的討論、爭辯 聖馬爾谷命名了七個 比如說 我們記得有一個辯論是他們問耶穌 向海撒立丁碎 是不是合法呢? 然後討論復活 今天是耶穌和宗教權威的第五個辯論 今天 聖馬爾谷描述一個經師 在前面的辯論裡 他們在場 他稱讚耶穌這樣的回答 福音作者說 有一個經師聽到這番討論 見耶穌對他們答得好 他提了經師們討論很多很多神學的問題 就是 所有的革命裡 哪一條是第一條呢? 最大的一條 所有其他革命都是由他衍生而來的 與這個經師以前的人對比 我們可以看出 他向耶穌提名的時候是沒有惡意的 他只是想知道耶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拉比的討論是哪一條革命是最大的 這個不是一個膚淺的問題 因為這個關係到 分辨其他革命是從哪一條衍生而來的 馬爾谷描述的希臘動詞 Krimanumi 意思是考慮找尋 換句話說 所有其他革命 遵循的是哪一條最重要的革命 那個例子來澄清會有所幫助 在我們生活中 什麼革命是主導 所有其他的革命? 比如說 如果主要的革命是金錢 由此革命而來的 由此革命而來的 就是努力工作 奮鬥 早點起床 也可以佔有 利用 偷竊 灑小聰明 然後 所有其他革命都是由此而來的 經師們發現了 法律中有613條革命 問題是 在這613條革命裡 哪一條是最重要? 哪一條是所有其他革命都有相連的? 重要的是 我們要問自己 這個簡單的問題 在我的生命裡 我所有的行為 是由什麼革命來支配呢? 如果我們真的問這個問題 它不是一個沒有價值的問題 拉比他們說什麼呢? 跟今天一樣有很多觀點 有些人說 所有革命都一樣 人必須遵守所有的革命 但對最重要的革命 是最有共識的觀點 就是甚至天主也遵守這個安息日 因為甚至是天主 在安息日也休息 其他人爭辯的最重要的革命是 是不朝拜別的神 即避免偶像 拉比、僑尼有很多說法 己所不容 物施於人 就是法律 其他都是主色 拉比、阿基瓦的說法 也很有名 愛你的近人 如你自己 這是梅塞五書中最大的革命 聽聽耶穌的想法 耶穌回答說 第一條是 以色列 你要聽 上主 我們的天主 是唯一的主 你要全心 全靈 全意 全力愛上主 你的天主 第二條是 你要愛你的伦人 如你自己 還有沒有任何革命 比這兩條更大的料 和其他經師期待的相反 耶穌回答 忽略了梅塞的革命 並且 以代替一個革命 耶穌引用了 以色列的信條 以色列你要聽 第一條革命 第一條革命是 聽天主 我們知道 聽意思是 讓人 進入我們的生命 因為 當話語 建議 進入我們的內心的時候 我們會按照我們 聽到的去行動 讓人進入我們的生命 聽 我們讓改變我們的天主聖言 進入我們心裏 或者人們的說話 所以 這就是以色列的第一條革命 聽 有意思的 在這裏講出 你必須讓他 進來的天主的名字 因為這個天主 跟別的神不一樣 以色列的天主有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 在他上條中 被重複了三次 出於以色列的尊重 我們不說出這個名字 但我們稱它為 阿杜拉伊 以色列你要聽 阿杜拉伊 是我們的天主 唯一的天主 阿杜拉伊 你要愛他 給出了以色列的天主的名字 你必須聽從阿杜拉伊 當你讓這個天主 進入的時候 他對你們說什麼呢 他告訴你 他是釋放者 窮人和寡婦之父 外邦人的保護者 這個非常清楚的身份 天主是愛人的天主 他已經在整個歷史中 顯示這一點 所以 讓他進來 聽聽你的人民的歷史 你將知道 這個是天主是怎樣的 他為你做些什麼 如果你聽他的話 你將會保佑他的話 如果我們聽從一個 錯誤的神的話 如果我們聽從一個偶像的話 例如金錢 職業 成功 不是一切代價 真第一 如果這些是我們的天主 我們聽他們的話 我們就失去了人性 我們就走錯了路 阿杜拉伊必須是你唯一的主 然後是指示 戒命 你要全心 愛他 我們知道 心是所有選擇的中心 以色列用他們的心 來思考 做決定 全心愛天主 意思是 天主是我們 做所有決定的根源 我們的行為時事 是與決定一致 如果我們明白 天主是誰 我們信賴他 我們就會讓他 和他的話 進入到我們的生命裡 然後 全靈 靈魂 靈魂 Nefesh 生命 生命中所有的時刻 必須是來自 天主的光明的指引 必須以具體的生活 來承行天主的旨意 所以 不給由偶像建議的選擇 留餘地 所有的生活 都是必須歸向天主 你要以全部的生命愛天主 然後 全力 希伯來文就說 Tutta Amerai con tutta la tua vita 意思是 一切 以你擁有的一切 以你從天主 領受的所有天父 你必須藉著服務 來實現天主 對你 在世界上的計劃 然後 耶穌給以色列的這個信條 加了一點 你要全意 愛天主 希臘文中的 欣愛兒 全意 如果你貼定 要跟隨天主 堅定的 認真的 充分準備好的 你就需要全意愛他 用全部的智慧和學習 愛這個天主的選擇 必須給好好鼓量行權 這個我們是很重要的實用 因為信從納澤樂人耶穌的天主 與假信仰和迷信 或某種敬禮活動 及對聖毒的敬禮完全不一樣 這些事事 與使用被邪密 或者護身符 沒有什麼不同 不花時間研究天主聖言的人 對神學主題不敢興趣的人 對教會問題不敢興趣的人 不能夠對自己的信仰 給予理由的人 肯定不能夠說他全意愛天主 然後 第二條戒命 你要愛你的倫人 如你自己 還有沒有任何戒命 比這兩條更大的 雖然沒有人問 耶穌還是加上這個第二個戒命 耶穌的第二條戒命取材的 上下文很有意思 因爲這個是給地主的命令 當他們來地的時候 他們不應該在地邊上來 他們不能全部都收走 因爲他們必須給窮人留下點東西 拉比說 如果你這麼巧忘記了一群的穀物 你不必須給窮人留下點東西 你不必須給窮人留下點東西 你記得留下點東西 你不能夠回去拿 因爲是天主讓你忘記 因爲天主要關照窮人 在納米記裡 天主的這個規定 是這樣的上下文中 愛你的倫人如你自己 他愛意思是做出的選擇 是爲了大兄姊妹生命的益處 所以 在我們每個選擇的時候 我們應該問 我是要做什麼 是不是給我們弟兄的生命 甚至我們的言語 我們必須時時問自己 我們說的話是創造生命 還是創造痛苦 我給人家希望嗎 是不是鼓勵的話 是不是幫助人家克服困難的話 或是讓人失去笑容的話 我們必須時時問自己這個問題 因為愛倫人 意思是支持他 參與他的生命 愛他如你自己 這個是舊約的高峰 但這個不是最後的境界 由於耶穌在同一個拉比對話 他用了拉比可以明白的話 因為這個參考的是拉比非常熟悉的梅塞五書 我們必須澄清這兩條革命之間的關係 愛天主和愛你的倫人 有一種流傳相當廣泛 而危險的解釋 有一種說我們要花時間 沒有我們工作 這樣沒有人會缺少衣服食物幫助 以及生命必須的指導和一切 我們需要花時間去做這些 但也是有需要 給天主一些時間 所以要祈禱敬禮 就是主人彌撒 這張解釋很危險 因為他將兩個革命對立起來 因為看起來似乎 是從一個人那裡 拿了一樣東西給另一個人 似乎天主和倫人在競爭 記住 只有在馬爾谷福音中提到兩個革命 是按等級分 一個是第一 另一個是第二 而馬逗更進一步 他說 第二個相似於第一個 路加沒有提先後次序 他只是說有一個革命 愛天主和愛倫人如你自己 到這裏還未結束 在新約的其他部分 沒有再提兩個革命 而只是有一個革命 愛弟兄姊妹 記得要望福音 第十五章 當提到耶稣講話的時候 這是我的命令 你們要彼此相愛 在聖保禄中圖 至羅馬人書中 這樣說 所有的戒命 密通姦 密殺人 密偷竊 他們都總結在這句話中 愛你的倫端人如你自己 法律的滿全 在加拉達書中 有更加清楚的說法 整個法律在一個的戒命上 得以滿全 愛你的倫人如你自己 所以 如何理解天主的愛呢 全心愛天主 全意 全力 用你全部的生命 這個革命是甚麼意思呢 只有一個意思 意思是 接受天主愛的計劃 天主想將他的生命 他的愛 帶給世界 愛天主 就是讓他 參與這個計劃 參與他的設計 和他的弟兄姊妹 分享愛 並將他 想賜給所有人的這個生命 傳達出去 這個體現是 愛弟兄 愛倫人 我們不能夠直接回報天主的愛 我們通過弟兄來回報 愛你的弟兄 不總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這個不是愛我們的朋友 而是弟兄 我們不能夠尋找弟兄 朋友是找回來的 但弟兄不是 愛弟兄就是接待 來求助於我們的人 沒有其他 在弟兄中 有人很假 很偽善 攻擊性很強 或者暴力傾向 很難實踐愛他的革命 這裏我們來看耶穌說的最後的境界 是 愛弟兄 愛每個人 也都是愛敵人 不是愛我們的標準 而是跟天主一樣地愛他們 意識到很難去 傷害過我們的弟兄 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一個人 不能夠走得更遠 因此 我們應該參考第一個界明 即我們必須 信服這個愛的計劃 即天主的計劃 如果沒有天主 我們很難 無條件的愛 去找到堅實的基礎 這種愛 讓我們對生命的投誠 只有生命 總是為生命 甚至是為敵人的生命 如果沒有天主作參考 很難實踐這個界明 現在聽一聽去問耶穌問題的拉比的回應 經師對耶穌說 老師對的 清說得很正確 天主是唯一的 除他以外沒有其他的 我們要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他 也要愛人如己 只比任何全凡制和犧牲更加重要 耶穌見他回答得 明智就對他說 你來天主的國不遠了 此後再沒有人敢向他發問了 我們現在覺得很奇怪 這個經師說了什麼令人驚訝的話 得到了耶穌這麼美的稱讚 其實他只是重複耶穌說的話 另一方面 耶穌什麼都沒有做 只是提到聖經中兩句 為人熟悉的經文 福音作者說 這個人回答得很明智 儘管他重複了耶穌所說的 耶穌加了一句說話 你來天主的國不遠了 為什麼這樣稱讚他呢 因為在經師說中有一種一致性 兩個界面的實行之間的一致 即是實踐愛與實踐宗教禮儀 以及在聖殿中奉獻犧牲之間的一致 耶穌剛將做買賣的人從聖殿中趕出去 並指責那些被認為可以和天主搞好關係的宗教活動 指責把於天主的關係貶低到宗教儀式的做法 耶穌誇張這個經師 因為他明白了天主對所有毫無愛的生命的宗教活動不敢興趣 這個經師真是了解經書 針言第二十一章這樣說 秉公行義比祭憲更越上處 耶穌兩次引用了另一段人們熟悉的經文 因為他很欣賞這段話 這段話在歐斯亞先之書裡 當耶穌和經師變亂的時候 某個時刻耶穌說他領回 我喜歡人愛而不是祭憲是甚麼意思 唯一喜歡天主的不是從聖殿升到天上的興香 天主只關心一件事 我們愛弟兄姊妹 我們關心弟兄的生命 耶穌又說 你來天主的國不遠了 這個話令人廢解 我們奇怪 耶穌為何不告訴他 你缺甚麼 你應該做甚麼 比如 記得 那個去見耶穌的青年 他遵守了所有的戒命 耶穌說 你還欠一件事 去 變成你所有的一切 你就可以進天國了 但是這個經師 耶穌沒有告訴他 他缺甚麼 耶穌只是說 你來天國不遠了 很令人廢解 我想說的是 耶穌故意留下原念 這樣會讓他和散播的 為甚麼愛天主的觀念 產生的分裂 在以色列 和天主的關係 作於狂義的崇拜 無瑕疵的宗教操守 足以讓人感到天主的關係很好 這個經師來天國不遠 在他理解這個之後 耶穌要他記住這些 耶穌在他旅程的最後 他將完全奉獻自己的生命 八夫掌將要認出 他是天主子 即他是以色列的天主的潮象 以色列的天主的真正面容 這個令人廢解的回答 為我們亦是一個邀請 為了真正地進入天國 我們必須專注在 耶穌將要做的奉獻生命 因為 在明日白之後 需要做出耶穌已經做的選擇 祝大家主日好 明日很開心的星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radio 很樂意 謝謝大家